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5月5日 这里由我新西兰,记得台阳还有澳洲的震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请问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正向暴动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纳目色的力量 好了,本节就想回来和大家谈谈一些澳洲的话题 最近传出一单消息就是 澳洲竟然打算在一些太平洋岛国 其中为马兆尔群岛和法属玻璃尼西亚 新设大使馆 以前澳洲就不多关注这些太平洋岛国 只不过最近这些太平洋岛国都成为一个争夺的热点 太平洋有很多不同的岛国 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中国是很积极和这些岛国 展开不同的经贸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澳洲就开始担心 平时不管它,不管你这些小岛国 现在就很积极,竟然去这两个地方 建这个大使馆,就希望将澳洲的影响力投射到这些太平洋岛国 其实这些小岛国本身就没什么压力的 再加上气候变化问题的而确是切切实实的影响到这些小岛国的生存环境 最近,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培印 就联同这位太平洋岛国的部长扎德 发表了联合的声明 当中说到,澳大利亚自力继续和太平洋岛国建立这个伙伴的合作关系 在共同建设范围和安全的地区 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在太平洋岛国设立了19个大使馆 包括最近新设的就是 陶瓦路、Duvallu、富克群岛、Coke Island、帕路、帕路和纽埃 开设这个神灵使馆 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坎培拉的政府在太平洋区域拥有一个强大的外交体系 哎,这些都是浪费的,像正式的 老实说,这些我觉得中国做得的反而是 没有很多你一起发展一些基建 或者帮它发展一些叫做工业 这样会好一些,还有旅游业 你搞这些浪费吧 只是以前我们也说过 他为了显示和太平洋岛国的友谊 把那些澳洲人都很少看 也不说很少看,就是不是很主流的澳洲劇 想过去给别人看,花了几千万澳币 那不如帮别人铺多两条路 这样好像实在一点 这些收桥铺路呢 过去也是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一些很实在的支援 不过过去就有些项目的工程 就被澳洲的媒体评级 这些拿楼摊的豆腐渣工程 又或者做家高昂 这些我个人认为当然就不是事实了 最近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做些什么工作呢? 这些实实在在,韦及民生的工作 就是接种疫苗 亲手亲自运中国派不同的转机运疫苗过去 事实上这些太平洋岛国 只能够一来经济的问题 因为世界各地的封城 重挫这些赌国的经济 本身这些赌国 国内的资源就非常贵乏的 资源没什么 当然钱也不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 他们事实上是极需要支援的 中国就向这些太平洋岛国伸出援手 提供疫苗 只不过这样 在澳大利亚的媒体 就大肆评击这一点 就是中国向太平洋岛国展开外交 疫苗外交战 这样写疫苗外交战 在面对中国的疫苗外交战下 澳大利亚本身的疫苗都不够 也没办法 向中国和中国对抗 向这些太平洋岛国展开疫苗外交战 来对抗 那就唯有了 能够做些什么呢 就是澳洲现在目前就是 拉近 跟这些岛国拉近多些的关系 所以现在只能够 先建一些大使馆 领事馆 但是双重标准 就是中国送些疫苗去太平洋岛国 就是疫苗外交 但是摩中奥珍妖的阿斯利康 运给这个太平洋岛国 就说是有疑的 情义的 自己不用就给其他国家 原来都是有疑的 事实上都是疫苗来的 但是你说要和中国 在疫苗上做竞争 我觉得是有点疑难 除非去到澳洲 真的对疫苗的需求 大幅降低之后 才可以展开疫苗外交工作 这方面 在澳大利亚工党 这位其中一位议员 皮德·哈利勒 他就说到 中国在他们的太平洋工作里面 正正就是针对澳洲的弱点 利用我们的澳洲弱点 在这些太平洋岛国里面 加以发挥 是不是利用这些弱点呢 大哥 人家的岛国 真的没办法自己生产疫苗 现在中国 向他们输出援手 竟然就成为一种 针对你们澳洲 我觉得这种评论 就不多公道了 较早前 这个臭名超着的澳大利亚 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 之前发表过一项警告信号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需要重新评估 中国的军事实力 和要联合美国和日本 国际港口制定联合战略 当中的报告也强调了 澳大利亚周边的关键基础设施 只会面临沉透的风险 国防部也要预先警告 中国在这些灰色地带 部署任何军事力量的潜在可行性 澳大利亚周边有什么属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呢 我们最近较早前 都有节目提及的 在报告新基内 其中一个小岛 那个小岛是非常接近澳洲本土的 而中国有财团 就在那个岛上 就是投资建设一些的鱼港 以及处理鱼获的工厂的 能够令到当地 除了提供就业机会之外 也都可以对一些的渔民 在附近的捕鱼的渔民 一个更加近 和一个较为先进的渔港 可以怕岸落货 纯粹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项目 在澳洲就吹嘘成为什么? 中国的军事爪牙延伸到澳洲门口 是啊 但是那个市长说 其实之前求过澳洲很多次 叫他投资 没有人理他 那么中国来 没理由不理的 是不是? 自己任投资 现在中国投资 你又怕 又不让人家投资 最搞笑就是 是啊 还要向巴布 新基内瓦那边的 海洋资源部长 提出反对的意见 喂 这些反对意见 我觉得真是 很无聊 我觉得很无聊 真的 那么随此之外 澳大利亚境内 最近 中国就建了一个新的领事馆 怎么不知道 那个领事馆 真的开张的时候 竟然有很多人去赠庆 不是庆祝的 事实上是去示威 当中 包括这位逃犯 哪位 去 踢他 許智峰 踢他 許智峰 是的 连許智峰 都抓了一些人 去新基的领事馆示威 在周边的居民 就觉得 那个领事馆 装了很多的摄像镜头 一些保安用的摄像镜头 就觉得 哇 中国利用这个领事馆 监视我们的澳洲居民 当中很可能 有些的画面 甚至乎有些行人的样貌 会直接送回去中国北京 然后经过AI处理 这样的 可以吹到这么夸张 那些星斗市民 好不好听你有什么价值 不是 这个痴巾 一个路人走过拖着一只狗 说个hi 中国就是透过那个摄像镜头 把你所有的个人资料 身高体重 扔回去了北京 然后保留一个记录 喂 这些 根本是阴谋论到 非常 很夸张 但是呢 现在就有一些 这么无聊的声音出来 虽然我个人听起来 真的觉得非常无聊 但是有人相信 他才拿命 是吧 也是因为这样 本身呢 建过新的领事馆 可以方便一下 僑民也都可以提供一个 能够和中澳 沟通的一个地方 以及方便 两地的僑民往来 只不过呢 在目前 现在澳洲对中国的气氛底下 相信呢 中国做些什么都会被澳洲人罵爆 还有另一个问题 较早前就是 珍必思也提及到 关于这个达尔文港口 达尔文港口 现在谈的是 会不会是要 废除这个长期租贷吗 如果废除的话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不想履行这个合约 最多赔钱 赔完钱之后 反正大家 中国和澳洲的关系 都已经这么差了 都已经没得再差了 不爭在吗 你意思 什么呢 不爭在了 是吧 不爭在了 你废就废了 我只不过是 最惨就是惨了 一些的中国企业 向这个达尔文港 投资了的中国企业 就损失惨重了 本来呢 这些港口呢 就是有了 帮助大家 双方的贸易往来 不过现在的关系差成这样呢 真是不撑在了 除销了它 都没什么分别 一些 今天迟一些 我会做一节讲这个 到时我讲一讲 同时呢 在达尔文市那里 澳洲的达尔文市 也都将会部署这个 2500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那里 不知道这一样 会不会是其中一个 原因想说要撕毁这个协议呢 这个我相信 澳洲也都会 从长地考虑一下 万一都是撕毁了 这个协议 对中国的模拟是一定的损失的 但是这些损失我想 有时都避免不了 因为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关系 现在闹得这么僵 现在连中国在一些 太平洋島国 伸出点点的援手 都会被视为 疫苗外交战 如果中国不送疫苗过去 还有什么国家会送呢 是不是要等联合国的 COVID-19的安排 才可以呢 如果等到联合国安排 COVID-19的话 喂 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因为联合国的COVID-19的项目 是要管理全世界 但是不只是这些小国 现在有中国 暂时 拍烂当的 困住一些 小量的疫苗过去 其实量不太多 20万支 20万支 对这些小国来说 是非常之多 因为一般来说 很多这些赌国 都是几万人口 澳洲目前很明显的了 就很想把太平洋的影响力 扩张扩大 我觉得 澳洲还可以做得更加进取的 就是 向这些太平洋赌国 做多些投资 搞多些项目 收桥保路这些实实在在的项目 从这些项目底下 直接就和中国竞争 我觉得澳洲是可以做的 而并不是 建一两个领事馆 或者订一些的 送一些的 什么澳洲节目剧集 那些 大哥 这些人家的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文化 澳洲人看这些剧集 可能觉得很轻松 很好笑 又说可以将文化 可以输出去 但是人家不一定接受的 是不是 甚至乎 大家 有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 西人的肥造剧 有时我自己 我明白 这些肥造剧 是他们想说什么的 但是我经常都自己 有个困难 就是找不到什么笑位 我经常看都觉得很闷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经常 我也觉得不好看 说句好说 有些西人很喜欢看的 每天就 好像真正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笑什么 整天都是这样 看得差不多 西人都不喜欢看的 那些 好像做了几十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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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都看 但是哎呀 来来去 做完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哎呀 算了 不看了 是的 不停滑下去 不停回旋 不停回旋 同一个 剧集 同一个故事 同一个gag 不停的 翻拍 又翻拍 其实都很无聊 嗯 那好吧 这一节就说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节回来说其他话题 拜拜